字幕志愿者 作词曲 曲 李宗盛 各位好 第一次用RX100M7拍YouTube影片 希望大家最喜欢 今天卡诺斯又来调Premia 上一次调的几招熟集了没有? 因为这个SELED RAZER RIPPL 和Forward這幾個功能是經常使用的 卡洛斯認真在YouTube上出片 是開始於去年 2019年的9月份 但這個一個人一腳踢這種製作模式 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 原因是早在20年前 即是2000年 卡洛斯已經為自己學校聖堅中學 申請了一筆為數220萬的優質教育基金 為學校設立了一個校園電視台 在當時這個概念是非常新的 由於開始的時候 卡洛斯也是剛剛學剪接 更加沒什麼學生會剪的 所以很多剪接的東西我都要親力親為 於是就練習了一身 而且當時做出來說 質素都算是不錯 因為電視台的時候都沒有高清的 這種鍛鍊令令到我現在去處理YouTuber的工作 都非常輕易易舉 其實無論什麼行業 現在都要製作影片 尤其是我們教書 所以如果同工都想像卡洛斯那樣 再熟習剪接技巧 就要留心我以後的系列 今天卡洛斯就打算教你們一些 自己一個人可以一手包辦的神技 希望你無論如何都可以看到最後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還有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好了 當你已經熟習了上一次的基本拖拉 剪頭剪尾的功能之後 那各位同工我的問題是 如果你在學校 遇到一個人要去拍攝一些影片 去教學的時候 你遇到什麼情況 才逼不得要叫一個Laptic來幫你忙呢? 會不會叫人幫忙拿手機呢? 洗鬼嗎? 不懂自拍嗎? 用OSMO啊 有Face Tracking 那要不要幫忙打燈啊? 你懂什麼叫KOL神器啊? 那也是啊 那還有什麼事情是一個人做不到的呢? 沒錯啦 就是你需要很多個演員 而你偏偏要一個人演完他的時候 這個影片就是很多年前 聖精德中學校園電視台的一個音樂節目 那時候呢 很多同學問我 阿Sir你是不是有四包胎的? 我一般呢 就笑而不答 所以這件事呢 到今時今日呢 還是一個迷來的 有些舊生呢 近來出來喝東西呢 還一直在追問這件事 朋友看完呢 就在半信半疑 今天呢 卡路斯呢 就要拆穿這個世紀的片局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剪接技巧 其實所謂剪接啦 就是在一個時間軸上面做一些功夫 我們上一課所學的C鍵Razer Tool V鍵Select Tool 和B鍵Ripple Tool 無非就是將在不同時空上面發生的事 拉後推前或者甚至加速 而放在同一個時間軸上面再播放出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同一個地點 不同時間發生的事 將它放在一起 來創造另一個時空啦 是不是? 於是同一個人呢 就可以在片裏面出現很多次了 不單是普通影片 現在新的Premiere 還有呢 連360影片 即是全景影片 都可以這樣處理的 為了花兩段時間拍出來的背景是一模一樣的 這種拍攝呢 一定要用穩固的腳架的 而又因為兩段或者多段影片的角色 互相都有些溝通的 所以呢 時間方面呢 要配合得很好啦 好了 有了一段影片呢 我們就去Premiere那裏 import它們 以及將它們放入時間軸 那由於呢 我們一會想著時候配音的 所以呢 就只拖影片不拖聲音 你可以去Source那裏 那裏呢 只拖這個 Drag Video Only 只拖影片不拖聲音 同樣的 第二條都是 你用這條Bar呢 可以放大縮小來看 那呢 現在我們將兩條影片呢 就打達放在V1和V2上面 了 黑衣這段放在上面 那就看到上面 看不到下面 那你就要學用這隻眼 這個Toggo Track Output 那如果我關了這段影片呢 就看到下面那段影片了 那這樣就看到上面那段影片了 我們現在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目的是 看到這兩個人物嘛 那呢 我在這裏呢 就會教大家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是用Mask 什麼叫Mask呢 我們Double Click第一條影片 然後走到Effect Control Effect Control是什麼呢 Effect Control就是一套影片的一些參數 例如它的位置 它在960和540 它的Scale 它的大小 它的Rotation 它有沒有旋轉 但你看下去 就看到有一個叫Opacity Opacity就是它的透明度 如果你就這樣把它這個100 觸動 你就會看到 可以隱形的 可以 而隱形了 的時候 就後面那個出來 但是 在這個情況 我只想看到這個人 我想其他地方隱形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圓圈 四方形 或者筆 將人物圈出來 例如我現在用了圓圈 你看到 就圈了人出來 對不對 如果用筆 就會比較好 用筆 可以畫出一些 我們叫做 的位置 比如這樣 這樣畫 這個畫 這個畫面的做法 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的 你畫完還可以改變每一點的位置 比如你會想著 那個人 會走出來的 走出來 那你會覺得 咦? 出界了 那你就把這個畫面 弄大一點 如它一會兒都走出來 最遠去到哪 去到這樣 最遠去到這樣 所以 這個畫面 做到這樣 應該可以看到 整個人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做的方法 其實變化可以很多 因為 你圈很多片的畫面 可以同一時間做到幾個角色 四五六七個角色 冬一塊 西一塊都可以 不過留心一下 雖然 拍的地點是一樣 但是由於時間不同 光線有分別 大家可以留心一下 這裡 看不看到 穿了崩 因為第一次拍的時候 光線是暗一點的 所以 看到這裡有一條邊 那 畫面 有時候 就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有沒有辦法改善呢 可以把面膜 調整一點 可以會蒙了 大家可以看到嗎 加羽毛髮 可以好些 但始終都是有深淺色的分別 好了 這是第一個方法 現在完全回頭 我又想教大家 另外一個再簡單一點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適用於 好像現在這樣 只有兩個角色 要不要畫面膜 我們把畫面破開兩邊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走來左下角這裡 按 Effects 打開Video Effect Effects Videal Effect 裡面 有一個叫 Transform Transform 裡面有一個叫 Crop 什麼叫 Crop Crop 就是把上下左右 切走一些 找得這麼辛苦 我教你一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萬一真的 不知道在哪裡找 其實在這個位置打Crop 它就會幫你找到的了 看到嗎 最重要記住 Crop 這個名字 把這個Crop 擔出第一條片上面 放手 又回來 到Effects Control 你會看到多了一個Crop 而Crop 是有上下左右的 Top Bottom Lap Right 現在我想請問 這個Screen 我要切走哪裡 我要切走它右邊 所以我只動右邊就可以了 右邊拉拉多少 拉50%就夠了 除了可以拉 你可以直接打進去 50% 這個穿蜆比較少 因為現在的邊在中間 我都找不到在邊 而且被窗簾遮了 這個是很完美的一個分鏡 OK 好了 組好Club之後 大家可以看看那個效果是怎樣 按Spacebar 開始 時間剛剛好 我們一起走出來 中間又見不到什麼穿蜆 現在大家一起發工 也是時間剛剛好的 兩個時間足 對在一起 同時間發生 成功了這部 大家一定希望做得更加完美 現在欠什麼 當然欠一些特效 和聲音 今天我主要教一個特效 就是Lightning 同親做行雷閃電 非常有用 但在做Lightning之前 我教大家一些基本的技巧 就是 我們先要看看 位置 譬如 雷神 在哪裡 遞起取 我們一直拉著它 找到 遞起取的位置 這個位置 一個好的習慣 就是在這裡 加個mark add marker OK 好了 大家一起發工 發工到哪裡 大家一起出招 這個地方有 下一個marker 兩個marker 夠了 下了marker 方便很多 做事 因為閃電 是這兩條片之外 另一條片 那我們就走回來 這個窗口 按Project 我們走來這個位置 New Item那裡 按一下 這些就是一些可以加的 object 每一個有不同的用途 例如Captions就是大title Color Map就是一個有顏色的托底 這次我們要加Black Video 很有用的Black Video 做什麼的特效 都是在Black Video上面做 New Black Video OK 看到這裡多了一個Black Video 我們將Black Video 擔出來外面 就在剛才的marker的位置 閃電去到這裡 基本上雷神提起的錘 就應該有閃電 一邊閃電 應該閃電 這裡都繼續有 是不是 去到尾都有 所以Black Video 應該去到尾 因為Black Video 如果真的是黑色 那就加了閃電 也看不到人 那我們要按一按Black Video 就去Blend Mode 把Mode改為Linear Dodge 暫時不用理會 總之選擇這個 這個Black Video 其實就是用黑色來做退地 現在就去找Effects 按Effects Lightning在哪裡呢 Video Effects 下面的Generate 這裡有個Lightning 大家不記得嗎 好像剛才的方法 打進去就可以 Lightning 就會出現 是吧 將它倒進去Black Video 你看到已經有一條閃電出來了 不過問題呢 我現在不是要它眼之間 閃電 所以這個閃電是我不適用的 我想怎樣呢 我想雷神遞起鎚子的時候 就有閃電去到鎚子那裡 我要收取它的開始和終結的位置 那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條Black Video 有去參數那裡找 你會找到Lightning Lightning呢 很多資料可以改的 它開始位置 圓的位置 以至於它有沒有分叉 多粗多幼的都可以改的 大家可以慢慢改 我現在只想改三樣東西 就是它的開始和完結的位置 還有它的顏色 我想把它變成黃色 因為我覺得閃電應該是黃色的 譬如這個Start Point和End Point 因為它隨著時間改變 開頭的錘在這裡 下落的錘在這裡 那即使這些在Timeline會改變的東西 我們要將這個參數旁邊的時鐘仔 開著它 End Point也要開著它 這個TocoAnimation 適用於大部分的參數 何時你見到一個參數 你想它隨著時間繼續改變呢 你就可以開著它旁邊的小鐘仔 一會兒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改變它的數值 我們先來第一格 第一格 它的錘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將Start Point 這個頭 擔去錘在錘上 OK 那這裡應該在哪裡 你由天上拿電下來 所以這個End Point 就擔去天上 OK 我們逐格逐格做 過了一格 咦 錘拉厚了 我們將這個錘厚 這個方法 就叫做Tracking 由於軌跡 不是直線或曲線 就要用人肉的方法 逐點逐點撞出來 撞得越密 動作就越是流暢了 慢慢地移動 慢慢地移動 花的時間是頗多的 但做完之後 就很精美的效果 這個錘也扔出來了 但上面的電味走出來 到對方那裡 那怎麼辦 這個End可以這樣 動作End Point 好 直到這裡 對焦這裡 對焦這裡 那麼End Point 就應該來到這裡 一路有電在上面 到拼出去那一刻 這樣做到這個 將雷電由天空裡面 拉下來的效果 OK 輪到做龜波 龜波怎麼做呢 龜波要上網去下載一些 Energy Ball 即是叫Animation 那些動畫 那我就下載了一個下來 就這樣 那我們可以將Energy Ball 就是要搬來這塊位置 又是Energy Ball 蓋上畫面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又是用剛才那招 Effect Controls 將那個Blend Mode 轉做什麼 Linear Dodge 那這個Energy Ball 同樣也有參數可以改變 我們可以先加個Mask 給它 旁邊的東西就不會露出來了 因為剛才有些字在這裡 那現在你要把Energy Ball搬去手上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就是 在這個畫面上 雙方按摩 不要按中間的Anchle Point 這樣搬過去 是否大太大呢 大太大呢 尤其是搬可以這樣搬也可以 用這兩個Position去調教都可以 那大小呢 就用這個來 縮到這麼大 那同樣呢 同樣呢 也都是要做Tracking的 不過今次呢 就是那個 Position 要動 就是我要按一個小鈴鐺 按一下Position的小鈴鐺 那就 容易了 有沒有動到呢 有動到 有動到 就把 換斜一點 再去 雙腳一段時間 看到手有動 就改變Energy Ball的位置 這個動作做得越密 球的運動就越流暢 咦 還差一點 因為龜球還在手 要再放些電出去好不好 那我們又 跟剛才一樣 按一下 就是這個 第二條 按一下 然後呢 同樣呢 是把它轉為 Linear Dodge 好了 這條又是加Lightning 跟剛才一樣 滾下去 Lightning那裏 按鈴鐺 Start End 這樣呢 就由這邊出現 就走到這裏 OK 如果想電力更強 可以更強 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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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最後 剩下聲音 可以在網上下載很多 這個我就不詳細說了 只要你 import 進來就可以了 接著把聲音 下載過去 我再教你這個按鈕 按 alternate 就可以copy 按 alternate 就可以copy 選擇 아닌 做好之後 一如一旺 就把它 輸出 變成一條影片 出現後 做出一條 這麼有趣的 雙包胎影片 希望大家都喜歡卡路斯今天所教的Premiere剪接技巧 如果大家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在心目中想到一些特效不知怎樣做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和卡路斯討論一下 最後記得給個like 拜拜